欣賞完影片 首先請大家掌聲歡迎 引領本校持續邁進的大家長 陳明菲校長 為我們貴賓介紹記致詞 歡迎陳校長 好的 謝謝大家 首先我介紹我們與會貴賓 首先因為我們今天是52年校慶 我們有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頒發我上任第一位名譽博士 韓顯壽董事長還有他的夫人 另外我一一來介紹因為這裡的名單 他並沒有按照思緒我只好照著唸 校友總會理事長 柯議員 柯理事長 傑出校友發展協會理事長是一幹 白砂文教基金會林維銘董事長 靜德中學師生聯誼會總會長白明清 苗栗校友會理事長郭坤席 台中市校友會理事長劉浦榮 台中市校友會理事長李偉俊 張化師大國際師子會理事長 張化師大師子會秘書長朱智信 張化師大師子會秘書長朱智信 中華民國科技與應用管理學會理事長張榮欣 中華民國綠色能源科技協會理事長楊一強 張化師大IMBA國際企業協會理事長 洪文朗 張化師大財經領袖學會理事長劉慧芬 EMBA協會理事長楊勝德 EMBA學會顧問團團長王維章 謝謝 張師復工家長會王冠俊 校友會總會劉慶陽理事 那接下來因為我是照著剛剛應該順序有點不對 因為都是我們自己人先報告 那接下來應該是比較正常的順序 首先就是高麗熱處理工業有限公司 我們的韓顯壽董事長 剛剛有稍微介紹了 還有我們韓夫人 謝謝 謝謝 那張化師公所林士賢市長 教育部我們廖興國主任秘書 張化縣政府教育處我們蔡經田處長 本校第四屆第五屆校長 康志立康校長 本校一百學年度 名譽博士卓博遠卓淺縣長 本校一零七學年度 楊昌宏名譽管理博士 謝謝 比佛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 劉春快劉董事長 大同大學和民國和校長 台北市台北市台南高工校會 政教育務 competitions takim Orth行大學期間 tall 台北市高工校會 伊強大學 Medicine 陳錦寶 陳教授 韓董事長夫人 韓正美慧女士 歡迎 高麗熱處理工業股有限公司 吳志雄 吳董事長 還有我們吳董事長的夫人 立法院陳敬敏立法委員 高麗股有限公司 王興武總經理 張師復工 石文傑石校長 本校退休老師 我們陳凡興 陳校長 還有卓伯英 卓院長 還有陳明照 陳院長 歡迎 還有黃靖雄 黃教授 還有林健 林教授 那接下來由我們本校的老師 我就直接念過去 那很快因為我們控制時間 那我們兩位副校長 一個曾副校長 林副校長 主任秘書 還有林教授 還有耿全武耿學務長 劉敬佳總務長 林中錡研發長 林漢文國際長 吳曹清補治長 黃志雄 私事培育中心主任 吳明正 進修學院院長 李清 理學院院長 姚凱超科技學院院長 好 這是以上 還有校友總會秘書長 葉潤常 傑出校友發展協會 我們蔡奇敏 理事 傑出校友發展協會 徐天埔 會員 還有白沙文教基金會 林文中 董事 還有校友總會秘書 賴宴慧 好的 我們今天很多貴賓 那因為可能有些遺漏很抱歉 那因為時間上我們今天有一個 就以往的50週年校慶 我們是頒發結束校友 還有我們新任教師 還有表現結束的我們的校友 那我們今天多了一個項目 就是頒授名譽博士 所以時間有點趕 我們各位師長 各位貴賓 大家好 張世大在這幾年 大家看剛剛的介紹 我剛剛問康校長 從民國90年的時候 張世大是有三個學院 就剛剛的順序 從交易學院 還有理學院 還有科技學院 就技職學院 之後在康校長任內 又成立四個學院 我說這個應該是一個相當明智之局 那四個學院就是工學院 管理學院 還有文學院 還有社科體院 那所以我們學校的學生 從90年的 將近4000人 到現在是8611 今年度 所以我們學生是逐年在成長 相當感謝我們當時 康校長的名字 的決定 讓我們學生要在 目前在經營上面 很 我們就是後人 又得到前人這樣的一個努力 跟還有歷屆校長的幫忙 所以我們現在的註冊率 在遠見雜誌 我們是全國一百多所大學 排名第13名 所以我們的大學 B.A.生是 大學部是99.9% 那研究所大家比較辛苦 我們有到96.6% 全校是96.91% 那所以是相當不錯的一個表現 那我們近年來 學校的一些消耗基金 在康校長任內 他留下14億 那這幾年來我們建設工學院 第10學生宿舍 全部有超過18億 那今年的消耗基金還有9億 我們每年大概都有1.5億的 消耗基金的結餘 所以如果學校這樣的經營 是相當的健康跟穩健 那所以我們很多善心人士 給我們的很多的那個獎學金補助 我們大概都是來支應我們學校的 學生的清漢獎學金 我們張師大的清漢學生 應該全國比例最高的 我們全校才8000多人 我們經濟 我們現在教育部叫做 經濟文化不利的學生 不能說弱勢學生 我們有760位 所以我們每年都要募 差不多一兩千萬來支應他 那這幾 這中間就有我們尹總裁董 尹總裁 尹演良總裁 還有我們楊昌董事長 還有我們很多像林景昏副總經理這樣 太多的這些善心人士對我們的資源 其實這些經費 我們全部用在學生的身上 那學校的建設應該靠我們雙手 我們就是說我們有370位教授 所以每年學生人數如果沒什麼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穩健成長 還有每位老師現在平均都有一個計劃 不管是國科會計劃 教育部計劃或產學合作計劃 所以我們才有這樣的盈語 那這些重大建設我想以我們學校的實力 是有能力來支應 雖然我們目前是52年 所以有很多老舊建築 未來我們的方向就是理學院還有文學院 這兩個院大概都有開始在進行 尤其理學院如果這兩個院的重大工程結束之後 張師大會有20年生養休息的機會 大概每年可以有一兩億的盈餘 1.5億這樣10年要15億 20年就有30億左右 所以我覺得一個大學如果有到2、30億 應該那時候的校長會很輕鬆 會比較大氣 像我們現在就精打細算 但是我覺得我們活得很健康 活得很自在 活得很有自信 那很感謝大家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的致死到這裡結束 我祝福我們與會貴賓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謝謝大家 謝謝 讓我們再次以熱烈掌聲 謝謝校長 校長請回座